我老公會說 妳今天想不想看海綿寶寶 我剛剛就知道意思了 什麼意思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 海綿什麼寶寶 配做體育的寶寶 為什麼要這樣知道 我對海綿寶寶的印象 然後我就說好啊 他說那大概幾點看 我說大概11點半 我們就可以看海綿寶寶 然後我們就各自趕快 各自趕快把小孩就是弄睡覺 然後弄完睡覺的時候 要看海綿寶寶之前 我們都會有個習慣 就是喝紅酒 氣氛要對 對 然後我們就準備紅酒喝 就也不錯喔 然後就很順很順的 就開始我們準備 對 啤酒笑 就差不多 這什麼好爛的暗示 海綿寶寶就差不多可以 就是繼續看下去了 然後準備就是前面 也就是看了大概20分鐘 差不多的時候 準備了 然後我女兒忽然走出來 還穿紅色的衣服 紅衣小女孩 我告訴你 我們家人那時候的格局 我們沙發是在這邊 我們是L型的沙發 然後剛好我後面是牆壁 然後旁邊是走廊 所以小朋友就從這邊走出來 我剛好躺在這裡看海綿寶寶 她剛好在我前面 妳家是比較像風馬MTV 然後我這邊是 然後我這邊是牆壁 然後旁邊是走廊 然後走廊就是有兩間房間 然後我女兒就走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她爸爸 L型姐 爸爸 為什麼不穿衣服 妳為什麼壓在媽媽身上 因為我手 她看到我的手 可是她沒看到我 她已經 她就上半身 可是因為沙發有遮到它 所以她只有 妳女兒多大 那時候是大班 大班 然後她這邊是 她只看到這邊是光溜溜 她說爸爸 為什麼不穿衣服 妳女兒聲音那麼低 妳是沒有 別在媽媽身上 對 妳為什麼壓在媽媽身上 衣服穿起來 趕快去泡牛奶給我喝 好可愛喔 然後她就走回去了 然後我老公就只好就是 就把褲子穿起來 就去泡牛奶 然後哄她一下 她睡著出來 我們想說 海綿寶寶還是要看完 然後 已經到點了 對 但是 可是問題是 還是要從頭看 又沒了 再開一次 再從頭看一次 然後大概又過了20分鐘 差不多了 又要準備了 我小女兒哭了 又小女兒 剛剛是大女兒 她是不是在 她是不是在真的 知道妳們要做一些壞事情 沒有 因為她們在房間 我們是在客廳 太大聲了 你們 也沒有 我嘴巴很緊 嗚 我嘴巴是妳的 可是她今天戴口罩了 然後我就去哄小孩 然後哄小孩之後 然後我就出來 出來看 我們兩個就對眼 我老公說 還要再20分鐘 但我已經花了一個小時 算了 算了 然後我們就結束 就海綿寶寶就看一半 就不看了 好緊 因為沒辦法 小孩 對 真的沒辦法 黑人哥一定有很深刻體驗 海綿寶寶 不看什麼 我不想要分享這種東西 被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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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我講A的 我就怕妳不敢聽 對 對 對 我已經失表了 聽這個 我幹嘛 我怕對不對 孔子都生氣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休閒活動 跟一起去旅行 這絕對是大加分的 像我跟我老公 出國這幾次以來 我覺得最浪漫的地點 就是巴黎島跟馬爾地府 真的 尤其是巴黎島 是我們那時候在一起 買了兩年半 跟慶祝我生日去的 然後我覺得這趟旅程 最浪漫 有兩個點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住Villa 因為去巴黎島一定要住Villa 獨棟 對 獨棟 然後自己的泳池 你可以裸泳什麼 然後 還有很棒的安排就是 第一個是 日出的沙灘早餐 就是兩個人 我們騎一大早 然後騎著腳踏車去這個Villa 他自己的獨有的沙灘 然後你就躺在他的椅子上面 就會有人在頭上扛著早餐 放在你面前給你們吃 然後你看我們就可以這樣 躺在一起 然後依偎著看日出 然後吃早餐 別人只能在旁邊的涼亭 有沒有拍拍照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我旁邊的人 一回頭看他好像變瘦了 對啊 他就變帥了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好愛他 你看人家只能在那邊拍照 你也有一種一後一後一後 就想說怎麼樣 我們在吃飯開心 然後那個早餐 就是人家一道一道這樣送過來 在皇室的感覺 就覺得我是一個小公主 小公主 小公主 對 好 除了這個日 一整天就窩在Villa 對 一整天在Villa 其實就很漂亮 做什麼事 Villa可以幹嘛 做什麼事 有個有嗎 有瘋狂的24H 沒有 然後吃完浪漫的沙灘早餐之外 它當然還有燭光晚餐 我覺得那個Villa 它是就是你是一進去 你就有自己的泳池客廳 然後房間 然後它就會大概下午3 4點 就有人來敲門 然後他們就會來設定 他會把你的泳池水放滿 然後放蠟燭 然後像這樣點點的蠟燭 都是他們自己一個一個 這樣排上去的 很貼心 然後黏這個你看 有文香嗎 好像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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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 然後黏桌子椅子 都是他們徒手扛進來的 然後整個就是很像 在吃西餐的規格 幫你把所有的餐具都排好 排好之後它就會 你就可以在裡面打扮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它就會敲門說 應該是說馬燈吧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叫我們出來吃飯了 什麼馬燈 馬燈 女士 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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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發音一直會有一些問題 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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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避看直播你 不看 iggly 他有一種Q 馬燈 馬燈 妳 Robved 不要交陋 它這樣才好 OK 好可愛 好漂亮 然後就 guided 不講了 那時候就上菜了 然後他們也是一道菜 一道菜 他們都會用頭扛菜進來 然後妳就坐在那邊 兩個人就彈琴說愛 很羅曼蒂克的享受這一個晚餐 對 所以因為這趟旅程 我就覺得我剛好 跟我老公大加分 好像可以再走20年的感覺 走20年 婚前還婚後 婚前才會有那麼浪漫 對 留著小孩以後這些都是 很難 太奢侈 能夠完整看完一部片 就是奢侈 對 旅遊這個很重要 可是妳知道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好 我跟我老公 在剛開始交往初期 因為他跟現在的生活模式 是不一樣的 我那個時候比較辛苦 因為我老公都在泰國訓練 我們兩個是分隔兩個國家 而且生活作息要非常正常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又忙著工作什麼 所以就很長一段時間 就沒有辦法見面 而且他每次一去 就是兩三個月起跳 他才會再回來 那可能要這麼久時間 有一次不是陪他去受訓嗎 對 然後 那一次 他是自己去逛街 順便逛過去 我們那時候初期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好像到他預計要去兩個多月 然後好像到一個月的時候 已經受不了 因為我們每天只能擠一點點時間 出來兩個視訓 就是乾看這樣 算剛交往 剛開始交往沒有多久 對 我好像是...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天啊 實在是好痛苦 然後他就突然說出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就說 還是我不要訓練 我想要回台灣 為愛放棄 他童言禍水就是這個 對 老師 老師 我當下真的是這個感覺 我當下真的是這個感覺 真的 我就說 不要說禍水了 夢想的絆腳石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這樣子不可以 我當然不可能同意他出這種事 然後皇帝都不上朝 就是這個很要寂 然後我就安慰他 我就只能安慰他說 我也很想你 可是你不可以放棄你的夢想 你必須還是得留在那邊 妳要鼓勵他 對 我就是講這一番話 可是視訊掛掉之後 我就想說他這麼辛苦 然後又很想要見到我 然後我們又這樣很難過 我到底該怎麼辦 我就想到一個辦法就是 我自己飛過去找他 可是因為 我是一個很極度不安的人 就是我連坐捷運或坐高鐵 我都需要有人陪 就是我是一個安全感很不足的 我很怕 因為我是一個很爽爽的人 就是我可能會坐反方向的那種人 所以你更不要說 是自己一個人出國 本來要去士林 你坐到二嶺 你太遠足了 二嶺在彰化 我是連在國內做這種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我都會害怕的人 更不要說要我自己一個人 去坐飛機還國際 然後而且你知道去峇里島 不是說你買了機票 上飛機他就到了 他是還要轉機 就是必須一定要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掙扎了很久 一個人 對 我就想說好 我就去 然後那一天 因為我知道他的作息 就是每一天的早上下午 晚上在做一些什麼 我就知道他這一天的下午 是沒事的 然後我前一天我就說 那你明天的行程是什麼 我還故意問一下 他說沒有 早上去訓練 然後下午可能休息 然後晚上就是再繼續訓練 我說那你下午不用去海邊嗎 因為有時候他會曬太陽 他說明天沒有想要去海邊 就想要在房間休息 那我就知道他下午的時間 是可以來機場接我的 然後我就早上就飛了 然後轉機到一直 我就都沒有跟他視訊什麼的 我們就還是訊息聯絡 然後一直到我飛到香港 然後等轉機的時候 大概再飛到普吉島 是三個小時 然後我等到登機 準備要飛的時候 我就說 你幾點到普吉島機場接我 然後他就看到訊息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邊開玩笑 然後我就說就這樣拜拜 我就也沒有跟他多說 就是看他要來或不來而已 開心了吧 然後他就一直以為 我在開玩笑 因為他就想說 我是一個不安全感的人 怎麼可能會來 就他就真的看我從機場走出來 他爽到一個 就是直接拿手機起來要自拍 你看我有多邋遢 好可愛喔 我有多邋遢 然後他爽到那邊 那邊 愛哭吧 還被那麼潮的太陽眼鏡 我頭髮亂到一個不行 全身衣衫不整這樣 然後緊張個鑰匙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走出大門 沒有很興奮看到我樣子 我想說我都還驚魂未定 我怎麼很興奮 可是他自己很爽 就是我自己飛過去找他了 他就不讓我走 我去了快一個月 他還不讓我走 太熱戀了 整個戰績下滑會不會是因為 他的沒有戰績下滑 他大躍勁 躍勁... 因為你的陰陽調和 身等啦 沒有 我跟你講 反而是我們感情定下來之後 他更能專心再訓練交換 只是腳抖了點 對 很好 沒有 像我每次想要給我老公浪漫一下 可是我都會弄巧成拙 像我老公生日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就是要在一個很浪漫的場景 然後送出生日禮物 然後因為我們以前交往的時候 都很喜歡去看夜景 我老公生日我就說 我們去陽明山看一下夜景 我老公說 看什麼夜景 然後我頂樓就可以看 不一樣 然後我就說去一下 我們去一下 去半個小時就好了 我老公說 很浪費郵錢 你不知道我們 就是這個郵錢多少錢 我們可以買多少奶粉 然後半個小時過後我就說 那向山可以吧 台北市 台北市 他說 陽明山比較遠 對 他說向山 你不知道紅衣小女孩 就是出沒在這種地方嗎 你半夜去很可怕 我就說向山有個地方 是看逸林也很漂亮 對 是要走 他就說那邊很危險耶 你一不小心 像你這種頂樓的 一不小心滑一下 我就跟你說再見了 就覺得小孩子就沒有媽媽了 三賊 他說小孩子就沒有媽媽 然後我心裡就已經講說 陽明山也不行 向山也不行 我說那公園可以吧 想浪漫一下 就是哪門的建招拆招 這個要建招拆招了 真的 你應該把自己綁起來在門口 對 老公 幫我解開... 然後他們上完廁所了 你在幹嘛 手濕濕 借茶 好 好